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2月18日 今天是星期五 我們繼續要和大家去研究這個 所謂的獨家消息 關於那個 700萬人 750萬人 弄強制檢測 這件事到底怎麼收課呢 又會不會 因為弄強制檢測 變成 700多萬人 現在你叫他們上街 真的上街 不過不是示威 不是遊行 這樣搞法 會不會真的演變成為 遊行示威呢 到最後 正如 屈永賢所說 最溫和最善良的人 都會變成野獸 你這樣搞法 會怎樣呢 也有很多 朋友跟我們說回2019年 我們其實也知道的 就是100萬人上街 200萬人上街 其實當中 也是牽涉著很多 淺藍的人 其實他們 也不是很傾向反政府 不過 覺得逃犯條例太過份 所以就有份上街 你現在香港這樣搞法 基本上你又再一次侵犯他們的權利 使得他們 其實對政府也是相當之不滿 這次還要搞三次全民檢測 不是75萬人 不是75,000人 在搞700多萬人 搞全民檢測 這個 簡直是一件非常瘋狂的事 我們繼續詳細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升旗易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 星期二新聞集團 請大家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本台 我們呢 我想不止我們 其實呢 絕大部分的網台這段時間的經營也很困難 主要 主要 跟那個 政治的退潮有很大的關係 亦都 可能真的其他娛樂新聞太好看了 時事不想關心 又或者心灰 又或者覺得時事很煩 因為 不是好消息 所以 不想看那麼多 這個我們明白的 因為那個世界就是這樣 社會又起起伏伏 我們所以其實是一個很準確的指標 我們很清楚知道那個民情 大概是一個走向的 所以這段時間 大家是政治冷感 這個是鐵一般的事實 所以我們要經營媒體和新聞 經營時事也很困難 所以請大家加油 繼續努力幫我們支持六部曲 繼續幫我們欣賞廣告 繼續打開我們的指定節目清單 無限錄播放了 每一位 聽眾和支持者 你們做的事 繼續維持著 黃色媒體繼續發聲 今天 時勢不在我們那裏 不在我們香港人那裏 又不在我們那裏 但是有朝一日 時勢會回來的 所以 我們也要習慣在低谷裏面 繼續生活下去 有需要的時候 慢慢累積力量 累積力量到有需要的時候 挺身而出 所以請大家發揮你的力量 你的力量 可能現在有很多人心淡 YouTube也不想知道 你做多一件事 你播放多一次 你點擊多一次 你看多一個廣告 你做的事就幫他 爭取我們不倒下 經營倒下去 就繼續 你到有需要的時候 他們又再關心 有些東西 爆發的時候 那就繼續 黃色媒體繼續存在 不至於全部變成共產黨媒體 面對這個所謂失控的第五波 武漢肺炎疫情 藍媒01說有可靠消息 就說香港將會實施 前所未見的全民動員計劃 計劃內容就是 香港政府和內地磋商 就說要在下個月 即是3月 就要幫全香港 750萬個市民 實施 全民檢測 當中的方法 就是按照 香港人的身份證號碼 將他們 分期檢測 就算真的按照 分期檢測 那麼你到底想用多少時間去做這個檢測呢 他說他初步的計劃 在一個星期裏面 換句話說用7天 檢測 750萬人 換句話說他一天想檢測100萬人 這件事 有哪個地方可以做到呢 全民檢測 亦都有一些 傻的建制派議員一直都說的 包括這個人渣 何君堯 還有一大堆 建制人渣也說過 當時就被人恥笑 你現在不是不知道Omicron 感染力的 你到底要怎麼安排一個地方 容納 幾十萬人 甚至乎你現在說100萬人 而他們 是不會交叉感染的 你現在 按照你 香港的整股專家 整股專家說 病毒 隔著牆壁又傳播 垂直又傳播 打開酒店房門 眼神交流 接著又傳播 你叫幾十萬人 過百萬人 出來排隊 集中在一個地方 你沒有可能叫他們全部在家裡檢測的 所以你一定是要在一個地方安排的 你叫他們出來一齊 那你不就是叫他們交叉感染 這個已經說了很久了 你說100萬人的地方 怎麼可能容納到那麼多人 你找一個洪館也做不到啦 你有多少個洪館呢 你還要貪心到 7天 要檢測 750萬人 換句話說 一天要檢測 就是 75萬人 這個絕對是沒有可能做到 這個絕對是一個瘋狂的計劃 但是這個那麼瘋狂的計劃 他們竟然當成是正式的政策 這樣就跟大家說 我也有理由相信01今次報這個 說法 不是一個 小道消息 也不是一個政治權鬥的 agenda 而是 真的有人這樣提議 內地 內地的官員 真的讀到小學而已 他們的官位 是買回來的 真的有小學生會說這些話的 竟然現在 預備跟那些小學生 搞一個這樣的所謂的全民檢測 這個全民檢測 剛才我們所說的 沒有可能完成到 第二件事 你這樣搞的 你是不是叫 750萬港人上街呢 這個是超過了 2019年的時候 6月份 兩次的大遊行 人數的總和 在街上出現 當時100萬人遊行 200萬人遊行 加起來也是300萬 你現在 想七天 吞吐全香港 所有人 你現在說搞身份證檢測 還有多少是老人家 多少是小朋友 有很多住老人院 有很多在醫院裏面 行動不便 這件事 絕對是一個瘋狂的提議 其實 不單止沒有執行的辦法 執行起來 整件事根本也是一件瘋狂的事 有消息說林鄭對於全民檢測口風有改變 他說 行政會議之前 星期二的時候 原則上就不反對一個更加 廣泛 更加全面的檢測 很明顯這個就不是林鄭月娥想出來的 如果你按照他這個說法 這個是內地的官員提出 叫你香港去做這件事 林鄭月娥 無論贊不贊成這件事 他會否覺得這件事做得到 他為了權位 最恐怖就是這樣 他不會理會你做不做到的 他覺得他對於 他坐正這個位置有幫助的事 他就會做的 哪怕那件事 根本不可能執行 到時爛了沒有 那怎麼辦呢 我又不用負責 我又不用問責 你多寫幾篇文 姓屈那些 寫幾篇文罵我 那怎麼辦呢 撞船就撞船 我喜歡撞船 喜歡撞冰山 你經常叫我們要鐵達利號被開冰山 他說我是碰碰船 最喜歡撞冰山 有一顆撞一顆 你真的可以吹下去了嗎 我真的想問你是不是可以吹下去了嗎 叫你一起 抗爭 踢爆政府 扯他們下來的時候 你們就想著 用盡全力 反對香港市民對抗 現在你有甚麼機制 去制止這班暴徒 他真的是暴徒來的 你怎麼制止暴徒 做暴行呢 寫你的文章 繼續叫船長 要聽意見 你說挺好笑的 到最後 我們真的早就說了 我們說了兩年多 到最後 你以為支持政府那些人 政府跟你站在同一陣線 說你以為你有話語權 其實你只要一個意見 跟當政那班乾弟 高官垃圾 不同意見 你立即 什麼也不是 又不是反對派 又不是政府人員 又不是建制派 你只是 一個沒有反對力量 的反對聲音 香港人 原本就是有反對力量的反對聲音 所以你說挺好笑的 我認為 這個 全民檢測是做不到的 但我覺得他真的會嘗試做 這樣才是恐怖的嘛 清零本身也不是一件可以做到的事來的 大家都知道 最後 用這段說話來做一個總結 今天你和我天國一方 你有你去強檢 我有我繼續去隔離 假如有一天 我們在街上偶然撞倒 我們會點頭 問你 你今天打針了沒有 然後已經不知道說什麼好 因為你會發現 有兩個警察在你 正常 我可以說 不認識你 但是這樣 其實有什麼分別呢 我只是知道 在這一剎那 他是造硬你的 其實怎麼可以清零而恆久 或者我應該保留著 這一份渴望 這一份 氣旗 使我相信 世上有一個疫苗 垂手可吉 永遠有效 有時 抗疫這些東西 到底可以去到多準 反而留在家 可以 百毒不侵 貪求Zero 只因癡 一切遺風 強檢 都是屠然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說到這裡 我們都會看到了 沒有啦 我們都會看到了